現在的瓣膜就大致上區分成兩類 一類是金屬材質 我們說機械瓣膜 或者是有的叫金屬瓣膜 那有時候在對這個 一般人在做解釋的時候 有時候醫生會直接說放鐵瓣膜 其實它都是屬於金屬瓣膜 那它也不是真的鐵做的 它是一些複合材料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生物瓣膜 那生物瓣膜的材质呢 它是有用珠心的瓣膜去做成瓣膜体 然后外面是在用一个合成的一些 过去是用金属支架 那现在是用塑胶合成的一些支架 去帮它包覆起来 让这个珠心可以撑起来 撑成一个立体状的这个瓣膜 现在呢还有所谓的牛心瓣膜 它是属于一个复合材料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牛心的瓣膜 它是用牛的心包膜 心包膜其实是在心脏外面的一层结构 每个人啊 哺乳类动物 心脏外面还有一层膜去做保护的 那这层膜呢 把它拆下来 那用这个裁缝的方式 把它缝制成瓣膜的形状 所以这个叫做牛心包膜 所以当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两种分类吧 是说金属瓣膜跟生物瓣膜 两种分类 那生物瓣膜里面再分成 珠心瓣膜跟牛心包膜 那各有各的优缺点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只有真理的话 真理就只有唯一 那就不需要做选择 因为就不会有第二个选择出现 那正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利有弊 所以它们才会同时存在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上面 瓣膜也是 金属瓣膜它的好处是 它耐用 它耐久 三十年四十年 它的结构体是不会坏掉 我们心脏一天跳动十万次 它一天十万次的这些摆动 它可以放置三十年不会坏掉 但是呢 它也有问题在 因为它要维持它这些金属瓣膜表面的僵容性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长期吃这个抗拧血剂 那一旦抗拧血剂的量不足的时候 就会在这些金属瓣膜上面产生血栓 那就会让瓣膜卡住 瓣膜卡住病人就危险 就会出现这些甚至严重的话 休克或是直接心脏骤停 心跳停止等等 那抗拧血剂如果超过的话 那又有可能会产生流血的一些后遗症 那它的抗拧血剂呢 只能吃我们传统的抗拧血剂 就是Wafarin类的抗拧血剂 没有办法吃一些新一代的抗拧血剂 或者单纯只吃这些阿斯匹林或保酸通 等等这一类的抗血小白药物 所以呢在药物的服从性上就要求就相对高 所以一般我们在选择这些金属瓣膜的时候 我们会看病人的药物顺从度 他能乖乖的服用药物定期的回来做检测 那另外呢他又有需要20年30年40年的这种长期存活的需求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使用金属瓣膜 所以一般金属瓣膜会用在年轻人上面 那所谓的年轻可能就是50岁以下 或者是60岁以下 那生物瓣膜的部分呢 它的好处呢就是金属瓣膜的缺点 缺点呢就是金属瓣膜的优点 生物瓣膜呢它的好处是它可以不用使用高剂量的这些抗磷血剂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因为它是生物的材质 所以呢它的生物的相容性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血液比较不容易产生血酸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低剂量的抗磷血剂 或者甚至只使用这些阿斯匹林或保酸痛这些抗磷血剂药物 或者是使用新一代的口服抗磷血剂 或甚至于在一些高流血性风险的病人 我们就完全不使用抗磷血剂 它比较不容易产生血酸 但是它的坏处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猪跟牛它也是有寿命年限的 所有的生物都一样 所以呢这些瓣膜在我们的生物体内 是比较容易去退化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些大概在10到15年左右 就会开始产生瓣膜的退化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去思考 是不是必须要再去换一颗瓣膜 这是耐用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这些瓣膜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支架去支撑这个瓣膜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在早期其实是相当的厚相当的大 所以呢它会限制住了我们这些瓣膜置放的时候的这些size 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的这个瓣膜环开口比较小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会挡到开口 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些狭窄的问题 那新一代的瓣膜呢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在这些缝制的过程中间 它的支架它用的比较薄一点 它使用复合材料 所以可以增加这个瓣膜置放的面积 除此以外呢它在这个瓣膜本身的表面的这些生物涂层 它也有做一些进一步的改进 让它比较不容易产生钙化的问题 那让它更不容易产生血栓的问题 所以呢可以增加瓣膜的耐用度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生物瓣膜的时候 也许医生就会跟病人说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瓣膜 那目前健保室还没有完全给付 那可能需要去致富插耳去负担这些部分 那这些就是属于比较新制成的一些瓣膜 那当然科技是会演进的 我们常讲就跟iPhone一样 早期的iPhone6也很贵 那现在iPhone6是放着就没有人要了 那现在的iPhone13很贵 但是等到iPhone15出来的时候 iPhone13可能又变成零元手机了 所以我相信健保的给付也是一样的 新的产品出来旧的部分 慢慢的民众的负担就会降低 那等到变成一个成熟的技术的时候 那也许负担又会多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以这个瓣膜本身的这些特色 去做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